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许久不见的梁洛诗被拍到和母亲一头外出购物 当天,梁洛诗虽背着价值万元的名牌包包 但她衣着简单,不识奋戴 买的也都是运动休闲类的服饰 然而,没有带儿子出门的梁洛诗身边不见往日陪伴左右的保镖 对此,港媒评论道,原来没有离家血脉 在身边,梁洛诗就如平民一样 不过,这也不难理解 虽说梁洛诗是李泽凯三个儿子的母亲 但她毕竟已经成为了过去世 和她分开后,李泽凯不仅继续频繁换女友 还开了一家娱乐经济公司,力捧青春女星 近日,港媒报道24岁女星林轩瑜 呈李泽凯公司签下的唯一一位艺人 林轩瑜是前TVB女星 因青春灵动的外表被誉为嫩版袁永怡 早在2017年 她就参加了TVB举办的华裔小姐悬眉比赛 并一举拿下了亚军 之后,林轩瑜加入TVB 与林峰、王浩信等一线男星合作 电视剧综艺不断 去年5月,林轩瑜与TVB的合约到期 她以香港压力太大为由 拒绝了高层续约的要求 时隔大半年,她及功夫女星杨子琼的介绍 认识了李泽凯,并与对方签约 李泽凯承诺要将其打造成下一个汤围 这花重金,邀请到亲手将汤围捧红 如今已经退休的知名经纪人Maria 倾尽全力帮林轩瑜发展事业 虽说李泽凯和林轩瑜目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但林轩瑜看起来温柔知性 与她过往的女友们气质相似 不知苦等五年的小女友郭家文 会不会因此有危机感 毕竟梁洛诗生下三个孩子 都未能顺利嫁入李家 更何况李泽凯一向是花花公子的形象 从女明星、律师、电视台主播到普通小职员 情势丰富到令人扎折 李泽凯虽女友唤不停 常以一副顽固子弟的形象式人 但她其实非常有商业头脑 她曾凭借自己在投资的长远目光 一跃成为香港第四大富豪 身价高达380亿港元 也许正因如此 她早年更平爱精明干练的职场女性 李泽凯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 曾与一位新加坡华人律师交往 但两人相恋仅短短一年 就因性格不合分手 1992年她又在一场晚宴上 认识了第二位女友 曾正加刘奈 曾正加刘奈出身书香门地 父亲是哲学教授 母亲在东京一家女子大学任教 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读完新闻硕士 便回日本担任了NHK首席新闻报道员 晚宴当天她以主播身份 采访了李泽凯 满想到李泽凯对采帽双全的她一见钟情 两人侃侃而谈 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 1994年两人正式确立恋人关系 加刘奈还为她放弃了NHK的工作 加入新加坡ABN 只为与在新加坡工作的她亲近一些 加刘奈与李泽凯交往四年 算是李泽凯情绪中感情最稳定的一段 但最终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两人于1998年分手 之后 真正加刘奈继续担任女主播 安心工作 几年后嫁给了一位美国外交官 而李泽凯完全没有收心的打算 她接连交往了几位律师女友 与真正加刘奈分手后的空窗期 李泽凯迅速恋上大律师沈志慧 沈志慧由沈青天 香港史上最美女法官的称号 她家世不俗 父亲是香港著名大法官沈成 母亲是宏极一时的香港女星 白露明 据说李泽凯和沈志慧 在同一所舞蹈学院学舞时 相识相恋 但因为媒体太过关注这段恋情 恋情只维持了几个月 便不了了之了 之后李泽凯又与自家公司的女职员 林慧怡传出恋情 林慧怡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汇杠后加入李泽凯的电讯迎科 出任总经理一职 因长相出众工作能力突出 被称为迎科之花 两人的恋情非常低调 直到1999年才曝光 但是因为李泽凯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陪林慧怡 两人的感情逐渐冷却 林慧怡主动提出了分手 不过因聚少离多 被迫分开的两人 都一度十分伤心 彼时还在当雨季的干笔 前去采访了林慧怡 并拍下她页面落泪的照片 之后林慧怡提出了辞职 重返校园 攻读法律专业 如今也成为了一名律师 李泽凯的疗伤方式 则是直接开启下一段恋情 2002年有媒体发现 李泽凯和一位女伴 在豪华游艇上共度假日 很快这位女伴的身份 被扒出是一位葡萄牙籍法官 名叫李素兰 李素兰也出生于法律世家 在香港湾仔的法院工作 为人低调简朴 平时也不喜欢化妆打扮 非常喜欢运动 但这段恋情持续的时间不长 两人每过多久 就以性格不合为由分手了 2004年 李泽凯还与连卡福的高层 谈了一段短暂的恋爱 两人与一场商业合作中相识 相处后 发现各方面合不来 不到一年就分开了 而李泽凯接下来的感情 一度非常轰动 也是他早年恋情经历中 最高调的一段 2006年 媒体曝光了他和罗爱兴的恋情 两人大方出席公众场合 公开认爱 罗爱兴是一位出生于香港的 中英混血儿 不仅是法律专业的高材生 还长相甜美 身材高跳 外表不输明星 他研究生毕业后 在伯克莱银行丑事初级 债券分析员 而他工作的地点与李泽凯 在同一座大厦 两人经常在电梯中遇见 并自然而然的相识相恋了 恋情曝光后 李泽凯经常带罗爱兴出席活动 每天还有很多记者 遁守在公司楼下 围堵罗爱兴 罗爱兴因此获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 渐渐成为了半个娱乐圈人 曾频频出席时尚活动 和阿萨同台看秀 外界一度十分看好两人的恋情 认定罗爱兴会顺利嫁入李家 能想到两年后 这段感情就走到了尽头 不过 这几位职场精英 离开李泽凯后 也努力接应着自己的生活 要么事业有成 要么婚姻美满 说明他的眼光的确不错 只是离开罗爱兴的 李泽凯在之后的恋情中 却越来越放飞自我 在罗爱兴承认分手之前 李泽凯和梁洛诗的恋情绯闻 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而梁洛诗的出现 也成了李泽凯在情史上 乃至人生中的转折点 2007年底 李泽凯去木乃伊三 剧组探班好友杨子琼时 与小自己22岁的梁洛诗相识 经杨子琼的介绍 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没多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梁洛诗刚在娱乐圈 崭露头角 虽是银黄力碰的小公主 但出道时间不长 名气远不及谢霆锋 容祖儿等前辈 然而一夜之间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 成为了豪门媳妇候选人 引起了巨大的舆论洪动 之后李泽凯好志一意 祝梁洛诗与银黄解约 换回她的自由身 两人交往三年 梁洛诗分别于2009年 2010年为李泽凯神像三个儿子 本以为梁洛诗已经拿到了豪门入场券 没想到双胞胎儿子出生八个月后 两人就宣告分手 关于分手的原因 有人说是李嘉诚 看不上梁洛诗的灰姑娘背景 自幼家庭贫困 又没怎么好好读书 也有人说是梁洛诗讨厌被约束 不愿被豪门的条条框框限制 但不管怎样 有了三个孩子撑腰 李嘉并没有为难梁洛诗 给了她巨额分手费 还允许她继续在演艺圈工作 如今 李泽凯经常会去看望儿子 出席儿子的各种活动 与梁洛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之后 李泽凯依旧频繁换女友 但她的口味从知性直草精英 换到了朴素单纯的灰姑娘 与梁洛诗分手后 李泽凯认识了一位叫做梁文颖的普通女孩 据报道 梁文颖出身贫苦 为了维持生计 放弃学业 在香港中环一间高级餐厅当服务员 李泽凯就在那家餐厅与她偶遇 两人交往之后 李泽凯对梁文颖疼爱有加 不仅鼓励她辞去工作 重返校园 还带她同游新加坡 全程帮她拎行李 但这段感情非常短暂 没过多久 李泽凯身边就换成了大律师 梁芳 梁芳的姑姑是 香港名媛 叶梁美兰 姑父叶维艺是香港老牌豪门之后 两人在梁芳姑父的饭局上相识 出身于名门 家境优渥的梁芳 虽不是灰姑娘 但她的生活特别接地气 不穿名牌 不惜排场 平时只买几百块的衣服 出行业大多 搭乘 公交 地铁 李泽凯跟梁芳在一起后 也一度改变生活方式 不再豪车节送 豪华游艇度假 而是带女友 去入会费 只需5万港元的白沙湾 游艇会 吃的也是价格便宜的汉堡 约会结束后 李泽凯还器用司机 亲自开车 送女友回家 不过 这段感情也只维持了三年多 2015年 李泽凯被频频拍到 和一位长发年轻女孩约会 据说这位年轻女友 刚刚大学毕业 是中华一家银行的小职员 短短四个月间 两人被拍到 同友日本 泰国 还在湾仔约会 每次分别时 两人都依依不舍 李泽凯甚至在机场 当众拥文女孩 看起来非常亲密 但仅一年以后 李泽凯身边就换成了 2015年的 钢戒继军 郭家文 郭家文出生于小康之家 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在母亲的鼓励下 参加了港界选美 获得了继军后 签约TVB 与李泽凯交往后 她火速离开五线 放弃事业和生活圈子 安心当着 被王子拯救的灰姑娘 她私下敬言 慎行 不炫富 不高调 非常乖巧听话 即使有男友安排的 好车接送 她还会自己 去挤地铁和公交车 即使想要什么奢侈品 男友都会买 她还是会和闺蜜 逛平价的服装店 衣服穿旧了也舍不得人 而且她还很有上进心 报班学习多门外语 孩子报会继续进修 她的低调 懂事 朴素 深得李泽凯喜爱 她不仅送女友 上亿豪宅 还公开承认恋强 2019年 李泽凯还带她出席 名流聚会 大方向媒体介绍她 外界都以为 他们好事将近 但近两年 两人嫌少痛况 国家文在社交平台的动态中 只字不提男友 连情人节也是和闺蜜 一起过 于是 关于两人情变的传闻 愈演愈烈 对此 李泽凯予以否认 并表示 自己知悉女友的一切 但相恋五年 不提婚姻 又把注意力放在了 更年轻貌美的女性身上 看来国家文 未必会成为 李泽凯复杂其事的终点 如今 李泽凯已经54岁 但她作为香港首富之子 无经济上的顾虑 梁洛诗为她生下三个儿子 无香火继承上的压力 大可以继续享受花花世界 而且 从她过往的十几段恋情来看 早已还会选择跟自己 较为匹配的高知女性 如今 却更倾向于年轻貌美 不在乎出身 完全不像认真考虑 结婚的样子 也许 对于她这样 应有尽有的成功男性来说 婚姻和家庭 只是前判 最要紧的是及时行乐 不过就算架不进豪门 能在恋爱过程中提升自己 今后也会过得更好 所以与其把未来寄托在豪门 不如寄托在自己身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均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